來到中正公園通往基隆塔入口 莫自行造型的拱門相當的突兀 不僅大門寬度遭到市議員質疑 再往上走沿線的排水溝居然比路面還高 而階梯上還留下鋼筋及鋼板 一不小心就會踩到 我們可以看得到你的水溝怎麼會這麼高 你的硬頸也這麼高 那水是往低處流的 它不會往高處嗎 我跟你講因為它水是這樣下 它有四方是各方向 只有垂直的雨才會到這裡 是這一項的部分 然後這一項的部分當然是 因為原本當時水保機是在設計的時候 它是說水都會影響到 此外電梯下方的主結構 出現鏽石的情況 階梯台階出現了高低差 都生鏽了 完全生鏽 還沒有驗收就完全生鏽的 如果你要弄一個漂亮的鋼板 可以 是不用不會生鏽的 甚至你包覆了一層 包覆了一些透明的玻璃 或者是透明的板子也可以 讓它漂亮一點 你看這個都生鏽的 就是它展現那個 然後跟我們綠地這樣 它很刻意讓它鏽石的 其實它把它當耐厚鋼 那它跟結構沒有關係 它是耐厚鋼嗎 類似 因為它是外面的鋼模 它是類似 它可以承受幾年 尤其這麼重 這是很重要 議員跟你們說 RCE還是在裡面 它裡面都是RCE 它是外面的一個裝飾的一個包板 可是你認為這樣子漂亮嗎 基隆新地標基隆塔 正在進行出驗程序 但市議員呂美玲 接獲民眾反映 沿路的景觀 工程設計 及排水設施 出現了諸多的缺失 擔心影響到型安全 市議員呂美玲 邀請了營造商 和獨發處現場會刊 逐一提出了質疑 我們看了以後呢 包括有一些生鏽的 還有排水的 居然它的排水溝居然會高於地面 那你怎麼排水呢 然後呢 還有它的高度 樓梯的高度 居然是傾斜的有一部分 然後呢 傾斜的話 通常我們老人家會小朋友 他會試著扶著那個欄杆 但是那個欄杆 卻是沒有保護作用 所以很容易都被割到 那我也沒有看到就是說 從中列池上來的這一排 它一整排居然是用鐵板 鐵板來覆蓋做勾蓋 那這個的話 在多餘的基隆 它是很容易濕滑滑倒的 那滑倒下來的話 它又為了要把這個鍋蓋 在那個地面上固定 所以它用鋼筋 那鋼筋是摟弱的 甚至有一些螺絲帽 有一些鋼筋沒有處理好 那這些呢 都是非常的危險 除了是潛在的危險 我覺得是太過於明顯 針對議員和民眾提出了質疑 市政府都發出表示 目前工程還在出驗階段 將會整後和營造商研究改善 現在主體工程大部分都已經完成 那現在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出驗的一些缺失的改善 那今天那個議員 所提出來的這些建議 我們會再做生意部的檢討 金融塔總經費3.7億元 108年開工 去年底完工 目前還在出驗階段 市議員呂美玲希望 市政府出驗程序要確實 以免開放之後 衍生出諸多的問題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總統 民眾提供 替擔及